之前有說朱雅虎是照訪,是因為他現在有認知 其實我們現在也不太清楚簡幫他現在查到的資料是什麼 那我們希望勿網勿縱 那我想有時候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我跟他認識以來呢 那他是一個國軍的將領 那我們都是在這種黃復興的參會上面所認識的 那從來就沒有跟我提過什麼錢啊交易啊請託啊 所以我相信認識朱雅虎的人很多 那他到底是有他到底所謂行賄的對象是誰 目前也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是簡方勿網勿縱 但是不要看著政論節目辦案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有些人去誤以為說我幫誰誰誰加油 從來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我沒有幫他加過油 其實他前兩次吳寶請回是看著某些人的臉書去辦案 那我覺得看政治人物的臉書辦案是不妥的 但如果檢方有掌握資訊有任何人謀不張的情況的話 那當然是該辦就辦啊 但至少我認識這位先生以來 他從未向我有任何的請託 或者是從未向我談到任何有關錢的事情 即便是在選舉期間也都沒有 那我也不曾收受過任何相關的政治獻金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奇怪啊 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到底是在什麼時間行會 行會給誰 我相信檢調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做得更清楚的說明 讓大家能夠理解這個釐清事情的真相 這才是北檢要做的事 所以我從來沒有幫朱先生加油 我幫的是北檢加油 希望他們能夠真的辦出金流 而不是偵查大公開 把所有裡面的內部的事情 都透露給特定的媒體 去放話去毀人民節 洪建議他可能又聽到說 如果你提告的話他會要公布什麼 他手上掌握你的首日 對於這些事情您怎麼看 我對台中市政府的顧問 那個是希望我不要去回應政治上面的議題 不過因為今天中秋節 我想還是簡單的回應一下那個洪建議的一些問題 那我看了一下那張陳情書 第一個我也看不出來那個是不是真的是要給我的 那今天中秋節講個冷笑話 他的署名叫朱將軍雅虎 那這個將軍能夠對應的蔡傑 搞不好他是要寫給蔡英文總統的 對不對 其實這是中秋節的冷笑話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去發個這個什麼不自殺聲明 那我也覺得他也演過頭了 然後但是我想我可以發表就是 我有不在場證明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那封信裡頭講到四大運嘛 應該是2017 那但是因為金化成的事件是2020年3月以後的事情 那我不曉得 因為我2019年我就離開台北市政府 然後就去租黨 然後就後來就到了立法院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空背景上面 我不曉得他要怎麼去做一些關聯性 所以我想他發不自殺聲明 我也只能發我有不在場證明了 有提到說您有打算要提告 是確定要提告 那時間有確認嗎 提告是確定要提告的 因為我有很多的支持者都跟我講說 像這種 因為已經進入司法偵辦的階段了 可是還是會有人 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這樣 以而傳而 或者是拿一些不實的一些事實 然後然後再這樣子 我覺得我想要在這裡表達就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他到底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常常就說已經進入司法偵辦的階段了 所以請大家都不要再談論這個案情 還給中華民國的司法單位一個公平公正 甚至可以比較乾淨的一個環境去好好的偵辦案件 但是在柯主席的這個案子上面 我要譴責很多的執政黨的這些民意代表們 甚至他們的側意 配合上他們的特定媒體 黨政媒這樣子 一天一文折 每天都可以編撰一些小故事 那把這個故事呢 在他們特定的政論節目裡頭大放鬆 這個簡直就是寫連續劇 你不是說國家司法進入爭辦階段 就是大家就不應該去談論了 應該讓司法好好的去偵辦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不是碰到柯主席的案子 現在有嗎 每天還是政論節目講的不停 所以我也要在這裡 我想要譴責一下 執政黨的應該要好好的約束一下 自己的這些民意代表 特定的媒體 那提告是一定要提告的 提告是我想就是要為 要像這個 這麼的樣一個不正常的一個司法國家 司法單位的國家做一個抗議 那提告 然後律師提告函已經寫好了 那本來是禮拜一要送 因為今天禮拜二中秋節嘛 那但是因為他就說他會拿出什麼樣的證據來 所以律師寫好就說那等他昨天拿出證據來 我們再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看起來這個這封陳情信 確實沒有辦法證明 第一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給蔡壁爐的 那這個我昨天已經回應過了 那後來我就發現 為什麼他會有這封陳情信 假設啦 假設他真的是來跟我陳情的 本來台北市長的主任每天 在市長室每天就會接收到很多的陳情 那這封陳情信 陳情信不是應該要在台北市政府存檔嗎 為什麼他手上會有呢 是不是 再來他的右上角他還寫個戳章 難不成朱將軍雅虎是跟他 松山區的議員洪建議陳情嗎 這個我不多做揣測啦 因為金華城在松山區 他是松山區的議員 好不好 那告是一定要告 那我們書中狀寫好了 那我要全全的委託律師 那律師明天就會去處理 除了許許多多的媒體人 跟我們站在一起之外 我現在手上有一封文字稿 來自立法委員徐巧鑫 還希望我站在這裡 把這封文字稿念出來 告訴他告訴大家他的心情 還有他站在這裡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 許巧鑫說 跟對外放話不實消息的檢調司法 以及特定帶風向扭曲的媒體作戰 是一條很漫長也很痛苦 經常帶著憤慨卻無能為力的路 我曾經經歷過 無論是當時擔任馬英九前總統的發言人 或者我自己遇到周刊利用時間差 扭曲事實 受害者繁多 我自己也是其一 但我知道今天不說話 明天又會有更多的受害者 我們都期待司法是公正的 但曾幾何時 偵查不公開已經變成偵查大公開 而且還扭曲 像特定媒體不實的亂公開 雖然這想法已經過於天真 但仍然期待司法誤網誤縱 給社會大眾一個真相 在這條持續到現在 以及可見的未來 被扭曲給特定媒體放話 進而不斷出現錯誤爆料 乃至於遭受側翼極盡所能的霸凌 民眾黨以及支持者的路上 請你們一定要好好保重 只有讓自己活得更好 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報復 以過來人的身份 我鼓勵大家 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好好的 才有力氣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至於我們 會在國會繼續監督奮戰 團結一致面對執政聚首 盡可能還還給台灣 一個公平的司法與政治環境 許巧鑫 2024年9月8日 許巧鑫